好,我們來看一個題目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天堂老師 今天要跟大家講解是100年年學測的第15題 它會說下面哪些組的物質可以用來說明倍比定律 然後底下題就夾氧抽氧,一氧化蛋,一氧化蛋 然後還有水過氧化氫,一氧化蛋,二氧化蛋,還有氧化鈣跟氫氧化鈣 然後選項給了幾個組合 那問我們到底哪兩個是我們可以說明倍比定律的物質呢? 好,那解這一題當然我們最重要需要了解的觀念就是 什麼是倍比定律? 倍比定律它講的就是如果我有兩種元素組成不同化物的時候 然後我如果其中一個元素固定 那另一個元素我就會成簡單整數比喔 好,這是什麼意思呢?我想老師講得很清楚,學生聽得很模糊 這對文字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沒關係,我們用幾個例子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來,所以我們先看到這邊有一個AB跟AB2 第一個我們看到兩個元素有A有B,兩種元素嘛 它們是不是組成了不同化物有AB跟AB2 那我們今天如果固定其中一個元素的時候 我們先把A固定起來 那另外一個元素會成簡單整數比 有沒有發現,我的這邊B是一個 這邊的B是兩個 所以也就是我們的1比2 這個夠簡單的吧?1比2 也就是我們的簡單整數比喔 那我們生活中可能常常會在題目裡面看到哪些例子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第一個,SO2跟SO3 這個我們大家常常可以在酸域裡面會看到 我們的這個SO2或SO3啊 可能會形成我們的亞硫酸 或者是我們的硫酸 這幾個東西 這就會形成我們的酸域喔 接下來還有CO跟CO2 大家這個可能有聽過一氧化碳中毒喔 它會應該讓我們身體呢 因為缺氧而呈現粉紅色的喔 好,這是因為我們的CO啊 如果跟紅血球結合之後 CO就會霸佔著紅血球的位置不放 導致紅血球沒辦法再跟我們的氧氣結合 所以就會讓我們的身體神仙缺氧的狀況中毒而死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CO2 大家這個可能就很常見了吧 我們常常所聽到的啊 這個所謂的溫室效應 或者是溫室氣體就是我們的CO2喔 我們在燃燒這個化石燃料的同時 我們都不斷在排放 我們呼吸的過程中也會有CO2的產生喔 好,接下來來NO跟N2O NO啊可能大家比較陌生 一氧化蛋它在哪邊有出現? 像我們常常在使用的這個消化甘油啊 我們在吃消化甘油可以輸減心臟的疾病 原因是因為啊 它在裡面會分解出NO 這個東西可以讓我們血管舒張喔 比較不會造成心肌梗塞 那N2O這個可能常常看啊 如果大家有在玩跑跑卡丁車啊 或者在玩一些遊戲的時候 這些車子呢 所謂的開這個氮氣加速喔 我們就是加這個東西 也就是N2O 那接下來呢 還有一些這個我們又有另外一個名字 我們叫做笑氣 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對著螢幕我們看 說不定我永遠會笑喔 好,來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它要有符合倍比定律在哪裡喔 我們首先來看 我們今天固定其中一個元素的時候 欸,我們只要看到一樣的我們就可以固定喔 S都只有一個固定 C只有一個固定 Yan只有一個固定 於是我們來看看 另外一個元素會不會成簡單整數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欸,如果是SO2 端SO3的話 欸,剛好2比3 有欸 Yan呢 1比2也有 欸N呢 也是一個跟兩個 所以也有 OK嗎 所以這就是我們倍比定律在講的觀念喔 那我們來看看這一題要怎麼解 好 首先呢,它這題就給了幾個選項 那我們分別我在後面呢 幫你們把它的化學式標出來 如果你們不會寫的話可以看一下喔 好,那大家還記得要怎麼去判斷我們的倍比定律嗎 大家不知道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箭頭底下這裡 好,來給大家幾個Hint喔 第一個 我們按照步驟來說 第一個要有兩個不同元素 接下來第一個要有兩個不同化合物 接下來要我們固定一個元素的時候 另外一個元素成簡單整數比 那我們來一步一步去判斷 每個選項有沒有喔 好,第一個 我們來看看假選項 然後我們看第一步 有沒有兩個元素 喔,兩個都只有氧 是不是都只有一個元素 所以它就叉叉 它只有一個元素 OK嗎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個 這個一氧化帶一個元素 兩個元素 兩個元素 好,一氧化帶三個元素 這樣超過對不對 它也沒有兩個不同元素 它有三個 所以它超過也不是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水 A H一個O一個 O一個 這邊也是HO 就兩種元素 H跟O 第一個符合了 接下來看看第二個 有沒有兩種不同化合物 有啊 一個是水 一個是過氧化氫 有兩個不一樣嗎 接下來我們來看 如果我們固定一個 你看如果我們固定這個 H2 H2 那另外一個元素 一個是氧 一個一個 一個是氧兩個 有沒有成簡單成數比 1比2 有耶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好,來看一下 D 一氧化帶跟二氧化帶 NO 是不是兩個都9N喔 所以第一個符合了喔 我們有兩個不同元素 接下來兩個不同化合物 一氧化帶跟二氧化帶 接下來 我們如果固定其中一個元素的時候 欸 另外一個元素成簡單成數比喔 有沒有發現這邊是一個 這邊是兩個 剛剛好1比2 所以這個也是喔 好,接下來看物 欸 我的氧 有一個我的鈣 然後這邊是我有鈣 氧跟氫 我本來有三個元素耶 鈣跟氧跟氫 所以它是不是就第一個就不對了 它超過兩個元素 所以這題我們答案 你知道了吧 有沒有看到 丙丁兩個選項 所以這題我們就要選擇 丙丁 出選項 大家答對了嗎 好 那大家要記得喔 我們這個章節講的是 倍比定律 還有它判斷方式是什麼 第一個記得 要兩個不同元素 第二個 要兩個不同化合物 接下來呢 固定一個元素的時候 另外一個元素會成 簡單的出品 大家記得了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相關的考題重點喔 我們有定比定律 原子說還有質量守恆 如果不熟悉 以下三個觀念的同學 趕快點進去看吧 我們下次再見囉 這就是我剛剛跟你講過 我們過去考倍比學 它的考法就是問 何者會可以解釋說明倍比定律 其實你不要做它的三根四啊 你不用去算比例 你只要找到錢 NK了 兩個元素 構成兩種以上化合物 它就會 可以解釋說明倍比定律 這就是我們要的 102年大學學測第15題